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白菜炖豆腐是先炒白菜还是先炖豆腐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今天就教你正确做法 接下来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颗大白菜 先切去白菜的根部 然后再将白菜一片一片地掰下来 现在的白菜价格非常便宜 就这一大颗只花了一块钱 不知道你们那价格是多少 全部掰下来之后 在放入流动的清水下将白菜清洗干净 要像这样一片一片地清洗 因为白菜在生长的过程中 都会隐藏一些脏东西和虫卵之类的 所以要像我这样一片一片地彻底清洗干净 这样家人和孩子吃着也放心 洗好之后 控水捞出来放入漏栏中控水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老豆腐 先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改刀切成厚片 这个片不要切得太薄 太薄吃起来的口感不好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五花肉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红薯粉条 放入盆中 然后往里面倒入温水 将粉条泡软 先放一边备用 白菜叶控干水分后 把它叠放在案板上 然后再用刀将白菜叶和白菜帮分开 因为白菜叶和白菜帮在炒制时成熟度不一样 所以最好分开来炒 接下来再把白菜帮斜刀切成不规则的片 这样炒出来会更加的入味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比较好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白菜叶 直接下手把白菜叶撕成大块 然后先放一边备用 下面再准备几根小葱 将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将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把葱叶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大蒜切成蒜粒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下面把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切好的豆腐 一块一块放入锅中 把豆腐给它煎一下 这样吃起来味道更好 一面煎至定型后 再晃动一下锅 让豆腐受热更加均匀 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煎 等到豆腐一面煎至金黄后 再翻面煎另一面 煎的时候可以勤翻面 让它受热更加均匀 一直把豆腐两面煎至金黄焦香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夹出来 放在案板上晾凉 晾凉后再改刀切成小块 这样方便入味 而且口感也更好吃 全部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留底油 然后倒入五花肉 开中火快速翻炒 把五花肉中的油脂煎炒出来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将五花肉煎炒至表皮绿微金黄 然后倒入一些料酒 继续翻炒均匀 加入料酒可以去腥增香 炒香后倒入葱姜蒜 再倒入一勺老抽提色 继续翻炒均匀 炒出肉片中的酱香味 炒香后倒入白菜帮 继续翻炒均匀 将白菜帮炒至断生 白菜帮炒至断生后 再下入白菜叶 继续开大火翻炒均匀 将白菜叶给它炒软 用大火翻炒不容易出水 而且炒出来的白菜 也会更香更好吃 下面开始调味 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再加入一勺鸡精 一勺食三香 一勺食盐 再次用铲子快速地翻炒均匀 将里面的料汁炒至化开 让所有的食材充分地入味 炒匀后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再倒入豆腐 再把泡好的粉条也加进来 接着盖上盖子 烧开后炖五分钟 其实红薯粉条是很容易熟的 这里千万不要炖得太久 炖得太久粉条就会碎掉了 出锅前再撒上一些小葱段 就这样一锅香喷喷的白菜炖粉条就做好了 天冷的时候给佳人炖上一锅 暖心又暖胃 看一下豆腐和粉条 也已经炖得非常入味了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